人类在这个蓝色的星球上已经生存了超过200万年时间,从高跟火重的蛮荒时代,到科技如此发达的今天,期间经历的点滴进步,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,有些早期人类的活动遗址得以保存至今。 今天,借助于谷歌地球的卫星地图,我们会发现这些让人赞叹,也令人费解的史前人类文明遗址。 图一,毕鲁黄园上的史前线条,其规模之大,将人看为官举。 图二,一片绿色的草地上,一个巨人手持木棒,唯妙唯肖,该巨人雕刻在英格兰多切斯特北部切尔埃巴斯的山坡上,至少在17世纪末期,该雕像已经形成,但是具体形成日期和墓地,至今上来可知。 图三,墨西哥荒原上的一片是前人类活动的遗迹,宽广而规则的图案,是否预示着某种我们至今不得而知的意义。 图四,智利埃巴卡马沙漠中,巨大的人形雕刻,由巨大的黑色石块堆砌导成,大致形成于印象文化繁荣时期。 这些巨型雕刻,不仅在空中清晰可变,地面上也可以看到大致轮廓,图像中,有人就将车停在路边,欣赏这奇妙的史前文明遗迹,图屋。 图片中巨型的线条状标志,一直延伸到沙漠中一百多英里的地方,即形成年代不可知。 图有,虽然有人说这似乎是天然形成的,但是如果仔细查看这些地貌的话,会发现这是人类活动的遗址,并非天然形成的。 这可能是早期人类征服自然的例证,虽然理论上早期人类一般都居住在水草丰美的大河边,图七,沃国某地沙漠中突出的一块奇特地貌,黄沙也埋着地面,似乎是有一种高度发达的文明遗址,但是去科学家考察,这似乎不过是某种特殊的地质现象,突发。 南美洲壁路境内著名的史前文明一日,马丘比丘,考古学家认为,盖文明至少在15世纪初期就已经存在,1532基班牙征服壁路时,马丘比丘文明仍然存在,但是直到1911年,该遗址才被最终发现,突发。 南美洲壁路境内著名的史前文明一日,马丘比丘,考古学家认为,盖文明至少在15世纪初期就已经存在,1532基班牙征服壁路时,马丘比丘文明仍然存在,但是直到1911年,该遗址才被最终发现。 初时,埃及沙漠中,淹没在流沙中的史前人类文明遗址,直到最近几十年,人们才发现这些壮观的遗址,人们相信,在厚厚的流沙下面,可能还有很多这样,尚未发现的史前文明遗址。 看完这些神秘的卫星图像,你是否被远古人类的智慧和创造世界的奇迹所震撼?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